告诉你有朽木现在也能够化身 必一变成为这个美丽的花瓶 这是我是国宝的专题 要带您来看看这位住在嘉义县的木匠 简盛盛 他置木的经验已经超过30年了 他可以运用巧思跟创意 将包括废弃的木材 还有枯木等等 变成坚固耐用的木花瓶 带您看看 爆磨木头木屑沾满手脸 依旧没有停下动作 专注地将残木制成花瓶 他就是能化朽木为神奇的木匠 简盛盛 这样不过不作用 我们跟车车有一个轻轻出来 就整个茶车就变成这样 爆木技巧俐落 简盛盛制作木花瓶已经超过30年 原本继承副业制作竹器 但随着制竹工业越来越没落 简盛盛突发奇想 将废弃木材枯木 制成精致的木花瓶 自制爆木机器 运用巧思融合创作 制作的木花瓶独一无二 保有原味精致美观 深受顾客喜爱 订单接不完 但现在却也面临失传窘境 简盛盛说这些废弃木材 常被残破的外表 遮住潜藏的质感 但经过一再的爆磨雕塑 就能成为坚固耐用的花瓶 热爱这项技术 尽管技术可能失传 但他说会一直做下去 直到不能做为止 中天新闻后顾王月芳 嘉宜报道 关后要